謝謝主席,我請陳院長,那請外交部林部長 請陳院長,外交部林部長 黃偉你好,院長你好,非常的辛苦了 那我想,呃,等部長 我先請教部長,部長針對昨日我們台灣旅客在印尼發生重大意外傷亡 這件事情您知情嗎? 呃,我本人不知情 完全不知情? 那荒唐啦 非常的嚴重啊,我們現階段在印尼我們台灣的旅客有多少人有受傷 因為車禍意外受傷 部長你不曉得 對,我因為一早在這裡,你說在印尼在哪個地方? 國平 我都瞭解,昨天印度我們有一個團,因為當時有人抗議 那我們行程受阻 印尼的部分我還沒接著報告 印度是有 我想部長您可能要馬上去瞭解啦 我想這就是我們的執政團隊嗎? 我想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台灣旅客在印尼有發生嚴重的重大意外傷亡 現在居然我們外交部從頭到尾不曉得 我們住外單位在幹嘛呢?沒有回報任何訊息 我們會馬上去瞭解 要不要問媒體呢? 要不要問媒體?媒體都知道,我們外交部長不知道 好,部長您請回啦 我想問也是白問,因為你不曉得嘛 院長我想這就凸顯一個事實啦 現在的執政團隊,為什麼民眾啊 現在對執政團隊是失去信心的 現階段這麼大的問題 媒體大家都曉得 媒體在詢問,我們部長不曉得 我可能訊息的關係啦 因為印尼爪哇發生那個車禍的事情 結果那個事情但是詳細情形 可能那個印尼還沒報過來 因為印尼是非常大的地方 院長我想這是非常嚴重的疏失啦 我們台灣的旅客國人 在印尼發生了傷亡 昨天到現階段 我們沒有收到任何的情知 我們住外單位在做什麼事情呢? 院長也不是很了解 更不用說部長,部長是一點都不知情 那這個國家晚啊 那台灣人民怎麼會相信這個政府呢? 院長我想待會馬上了解 馬上處理 馬上請住外單位去關心去協助 讓他們能夠盡早平安回家 對,我們住英里的夏大使 其實是一個滿有能力的一位外交人 院長我想我就說到齊了 好不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請經濟部 我們市部長 經濟部市員部長 院長您對未來景氣 您有沒有信心? 未來的景氣是吧 對 我可以跟網上報告 其實台灣來講 我們這個GDP的幾個元素裡面 出口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那其實從年初到現在 我們在出口方面花了很多努力 包括分散出口在內 或者提振出口的一些方案 所以在九月份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得出來 前面三週都已經有相當幅度的成長 大概我的了解 成長幅度應該超過12% 院長我想了解了 今年的情勢應該是在去年 我們就應該會去原判 去原判去預測 今年的狀況這麼嚴峻 我們在去年有沒有預測到 如此的一個情況? 其實去年來講 我們知道不會很好 但是 去年預測今年會很好 不會很好 不會很好 但是像目前情況這麼嚴重 就歐洲來講 他這個未常在 那個月兒一直增加這種情況 以及說歐洲國家之間 對這個事情有的時候 有些猶豫不決 峰迴路轉 最後又有一個答案 這種情況其實是沒有 並沒有辦法預測的 其實歐洲國家自己本身都沒有辦法預測 因為他今年有很多選舉在內 包括法國的選舉 荷蘭的選舉 德國的選舉 院長我想 一般的民眾很不喜歡去聽到很多很多的理由跟藉口 說國際情勢不佳 歐美的狀況不好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我們 警記是連時難 我們出國衰退已經六七個月了 這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我們 我們扪心質問 全世界狀況都不好 大家都受影響 但為什麼台灣受到的影響是最最最嚴重的 最最最嚴重 這才是我們必須要去檢討的 為什麼亞洲各國一樣面對 目前的歐美的一個狀況情勢這麼險峻 他們還是能夠維持一定的幅度的成長 而我們第一季 第二季 甚至第二季還是minus 而且我們在整個亞洲 每個GDP的成長率 我們是倒數啊 所以這才是我們面臨最大最大的問題 那如果說在去年 我們預測到今年會如此的困境 那我們去年做了什麼呢 那今年我們做了什麼呢 那表示我們所做的所有政策 是無效的 我想我老實是 我務實來這樣看啊 就是說別人如果差 我們也差 那沒話說 大家都一樣 國際景氣確實很糟糕 那現在不是嘛 還是有很多的國家 百分之七百分之六百分之五百分之四百分之三的 經濟成長 但是台灣呢 第二季是-0.18 我想這才是一個問題本身啊 我想跟黃委員報告一下 GDP的成長比率 如果在比較的時候 也要考慮到去年的基期 因為它是YOY的 一定要考慮前沿的基期 那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考慮到 2008年金融海峽之後 我們的反彈比較快 所以我們基期稍微墊高一點 所以我想這一點 好那我知道 我了解了 這是有前後的一個比較 好院長 明年啦 你認為 景氣會比現在好多少 我們的GDP的成長能夠到達多少 這個當主機事務有它的預估 這個我不願去 這個 做隨便的猜測 但是我 我的觀察 我從主機事務分析的資料 以及說 所有智庫分析資料的觀察的話 未來兩季的應該GDP都是正成長 都是正成長 包括明年 今年第四季和明年第一季 都會是正成長 好那我想 總統也交代您很大的這個責任 雖然我們這個 倒閣案沒有通過 但不代表大家 這個人民對我們這個政府 是深具信心的 大家是有期待 但是現在是灰心的狀況 還沒有死心 我們要怎麼做 政府也交 這個總統也交代 一個月啊 要讓人民有感啊 你怎麼做到 這個其實我跟黃委員報告 我們那個經營動人推進方案 其實都已經在陸續在執行當中 那以剛上個禮拜五 我們在總質詢的時候 同時我們找了 有二十家台商簽署了它的意象書 願意投資三百八十億回來投資 其實那就是其中一個項目的實現 我們每一個項目其實陸陸續都在實現 都在推動當中 院長其實大多數的民眾 其實現在都有預期心態啦 反正苦日子一定是來臨了 只是說到底會多苦 那到底要苦多久啦 我想這個是事實 現在大多數民眾的心態是如此 那當然或許 針對我們現在的所有工人員影響並不會太大 但是一般的老百姓確實是影響非常非常的深淵 我想院長還是要體察民意啦 那未來不管是油電水 其實我都不是完全反對 要回復正常的機制 但是要怎麼漲 那在漲的同時我們的配套如何做 我說很多東西是可以時光倒流嘛 我如果說在半年前 我們在年初我們要做油電調漲 我們是不是先做內部的改革 先做審思 先做調整 我們再去做務實的調漲 那調漲的時機點是什麼時候 我不反對 但是基本上 他的整個一個脈絡 應該有一個正確的思維去做 而不是我想漲就漲 我想做就做 但內部的問題一堆 那當大家明年事起的時候 內部的問題就一一的被揪出來了 那情何以堪 大家把所有的問題全部都丟給一個政府 就是因為你調漲 所以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升 所以民眾當然這個怨言就沸騰嘛 我想這是其他有志 所以我們展望 我們過去就過去了啦 過去要反省 但是未來啦 明年就即將開始 我們怎麼去定政策 政策怎麼樣去落實 不要只是我們喊喊口號 就過去了 那人民依舊辛苦了 好不好 我跟黃委員報告 其實從去年開始 去年年底到今年以來 我所有主張都是一致的 就是油電的這種事情 應該恢復市場機制 但是同時要做內部改革的事情 我從去年底就講這句話 院長我想經濟的這個情形 也影響到馬政府的一個不滿意度 我想整個一個這個資料上面都看得出來 其實現在是高達快九成 這個對未來是負相評價 那對馬總統的一個滿意度當然將近達七成 那對執政黨當然也有很多的負相的評價 我想這是相對的啦 經濟不好 那當然人民對總統對執政團隊 當然是相對不滿意 會高啦 我想這是必然的 但是如何去扭轉這個這個 目前的一個頹勢啦 院長需要發揮你們高度的智慧 好不好 是我們就一步一步再做 部長你請回啦 沒讓你回答到 您請回 那我是不是再來再請原人會的主委 蔡主委 請蔡主委 院長我再請教 這個我不曉得現在反和啊 反和這個運動啊變成時尚你知不知道 這個其實不是現在變成時尚 好久以前就是時尚 二十幾年前在歐洲就是一個時尚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最近啊五月天啊 在金曲獎表演舞台上啊 這個說我是人我反和啊 知名女星啊貴倫們也是一樣 她說我是人我反和 當知名歌手陳啟貞啊 在這個演唱會上高喊了 我是人我反和 那獨立樂團 爸爸這個台北電影節男主角也一樣 強調這個口號的時候 而台下是掌聲士氣啊 這樣的情況齁 院長主委您了解現在的一個情況嗎 我想純粹反對或贊成驗屍都很容易 但要提出解決方案比較難 那政府的責任就是說 不是說純粹說yes or no 而是說我要有一個解決的方案 那我們的方案就是說 現在目前是逐步減和 但是要維持核能的安全 因為核能畢竟它是一個穩定清潔 價廉的一個能源 所以我們在目前來講 我們如果要維持國際競爭力的話 那核能我們目前是要維持 但是我們要注重它的安全 所以為什麼有圓能會的存在 其實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我當然了解了 這經濟的成長跟環境的維護 其實它某種程度是有一點點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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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種程度是衝突啦 這是必然的啦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如何去做適度的宣導 去宣傳說為什麼我們要慢慢的 逐步的我們的目標在哪裡 要不然如果 因為這些都是年輕族群的偶像啦 會去影響年輕族群 它的這個這個觀念 他們會認為說 我就反而反而反 那為什麼而反 他們或許不完全了解 那我們適時的去呈現說 我們要逐步怎麼樣去做 我們當然也希望非核家園 但是目前來說 因為經濟的成長 國民的需要 我們是不容許 我們要逐步的到位 這個區塊我們要去努力啦 那因為我們知道 圓能會啦 未來是降級嘛 變成是這個這個三級單位 那過去啊 圓能會再跟台電啊 再做任何的協商 就已經是非常辛苦啦 現在又降為三級單位 老實講啦 真的未來你說 這個圓能會 未來的鼠啊 能夠發揮多大的功能 老實講我們是 來一個很大的問號啦 所以希望院長 這個區塊 未來應該給我們 我們這個主委啊 我們這個圓能這個鼠 未來應該更大的支持才對 任何一個監禮單位 他的權利的來源是來自法律 法律上給他這個權利 他就有這個權利 他本身的那個 這個 什麼樣的歸族 用什麼形態喔 並不是那麼重要 那事實上 我們現在也在規劃 說在行政院內部 要成立一個比較高層次的 這個核能安全的這個 監督委員會 那目前正在規劃當中 院長我想這是你的認知啦 這個這個主委應該是感同身受啦 我剛剛的一番話 他應該是內心啦 這無感交集啦 是不是主委 我想 我先延續剛剛前面一個問題 這個 之所以最近 會有比較多比例的民眾會反隔 我想 也是受到去年的福島事故的影響 也就是說 大家對核能安全確實是有疑慮了 那從這個部分來講 我完全同意剛剛委員的這個意見 就是 我們政府應該在核能安全的部分 多做一點宣導 讓民眾對核能安全比較有信心 我想我們過去也做了很多 那福島事故之後 我們做的核能安全總體檢 除了技術面之外 我們也做了很多民眾的宣導 那顯然是還不夠啊 我想我們是要再加強 不過剛剛委員 這個關心的這個安全管制機關的這個問題 其實也是國際上 在從福島事故之後 都很關心的 那很多國家也都在做這方面的檢討 我們跟 我們也跟行政院做過一件 好 謝謝 主委我想 我們會做一些改變 您的努力我們在委員會都了解 都看得到 我只是說讓你適度去反應你的心聲 好不好 主委請回 我是不是可以請我們教育部講部長 以及體委會代主委 教育部講部長 體委會代主委 院長 您 喜歡運動嗎 喜歡運動嗎 年輕的時候喜歡 支持運動嗎 我是很多運動團體的社長或隊長 所有運動團體的隊長 對 我是籃球隊隊長 我是極鍵社的社長 那這很厲害 不容易 我想 院長 我差點喊你隊長 院長 您認為現在的體育算 跟整體現在的表現 你的看法怎麼樣 就看我們現在是要講究這個競技體育啊 還是說全民體育 我覺得 在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全民體育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競技體育可以鼓舞人心啦 有人像我們黃委員一樣 在國際的場合上得了獎牌 那就可以振奮人心 這是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如果真的要強健體魄的話 我覺得全民體育才是我們要正對的 院長 林來風是指什麼你知道嗎 林生地體就是講這個 林書豪在美國他引起的一些這個那個風潮 它叫它是一個一個馴風啦 這是一種形容詞嘛 那其實台灣過去到現在其實長期就會有一種 見一個愛一個啦 我有所謂見一個愛一個就是說 有所謂也是叫林來風啦 看到某一個好我就趕快要 要買過來趕快來做 就像在02年我們陳水秉總統說 要這個要打造足球王國啊 就開始啊這個有口號啊 到十年過去啦 到十年過去啦 現在十年過去啦 我們台灣唯一的中山足球場被拆掉啦 那最近這個台大 台大的這個這個有一個場地啊 竟然因為環境的關係也阻止人家去射門啊 所以這就是台灣現在的現況 那個禁止射門是個誤會啦 誤會啦 因為晚上有時候 有民眾在跑道上那個運動的時候 不曉得已經被觸動到 他是晚上禁止射門 院長我要請教啦 今年2012年 倫敦奧運的成績你滿不滿意? 我對每一個選手的努力都很肯定 因為事前我去過這個訓練中心齁 我可以看他們訓練的過程喔 我都非常感動 其實有些事情臨場的表現 比如射箭來講 臨場的風向 你在射箭的一剎那風向的改變喔 那是你很難掌握的 但是我對他們的努力都非常肯定 那你認為啦 我們基本上現在是一金 一銀一銅嘛 這次的成績啦 跟08年相較 跟04年相較 再乃至於2000年相較 老實講我們是逐步往下走啦 這數字會說話 當然每一個選手我們都滿意啦 因為他們很辛苦 我們都不敢說太多的 這個不是很好聽的話 但是基本上 黃委員做過選手 基本上啦 我們要怎麼樣去提升 我們台灣整體的競爭力 這才是一個問題點 體育方面 體育啊 可能這個我們主委比我更了解 好主委請說 跟委員做報告 就是這次的倫敦奧運之後呢 其實我們針對所有的選訓賽服 我想選訓賽服這個部分是相當重要的 特別是剛剛委員提到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 有一些知名的選手 我們是不是要買過來 或者是說 把它當作我們的一個標的 我想這都不是一個非常正確的一個方向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基層的訓練 務必要扎實 那特別是我們現在基層訓練站呢 一共有1600多個基層訓練站 那在我們有運動彩券的基金投入以後呢 那我相信在未來我們的培訓的經費上呢 一定會有比較務實的這樣子一個跡象 那再來就是我們不管是在培訓 或者是在競賽或者運科或管理這個部分呢 都是我們必須要大量投入經費下去的 才可以讓我們的競技實力呢 跟臨近的韓國或者日本做一個比較 那個院長我想 我再看一下資料啦 很清楚 我不太喜歡跟韓國去比較啦 韓國很討厭啦 但是呢 事實就是如此 人口多我們一倍 但是呢 成績卻遙遙領先我們 不管在體育 在文創 在經濟 我想這是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啦 我們從剛剛從經濟 講到現在的教育體育一樣 你看我們 人口數多我們才一倍 五千萬嘛 我們兩千三百萬嘛 但是成績呢 五千萬是個非常重要的標準 為什麼OECD國家標準就叫五千萬 因為它構成一個 一個scale 一個規模 那個規模是發展任何的活動 包括體育在內 院長我想我們就不要再去講這個外在的因素啦 這個我們沒辦法去現實改變 你現在從兩千三百萬你要到五千萬 這個現在不可能嘛 做不到嘛 這個我們不要去談 我去談我們內在我們可以控管的因素啦 我說在2004年2008年到2012年 我的成績是指指落 那韓國呢 他們從九斤十四斤到十三斤 他維持到一定的水準 都十二三四斤左右 那他每年啊 體育算也不過是三十億啊 那我們呢 我們四年花了兩百億啊 那重點 經費 因為 都跟台灣都一樣啊 那我們這次是六十三名 他們是第五名 怎麼查到 我們總是要找出問題啊 找出疑問啊 我覺得人口數有時候是造成一個體育能夠職業化很重要的因素 那可能我們這個要任何體育要職業化可以帶動那個體育的水準嘛 那這一點可能我們這方面當然條件差一點 當然我們可以來努力啦 不看代主委有沒有什麼可以講的 我跟委員說報告啊 至於韓國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做 就做一個比較深入的一個分析喔 就如委員說的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委員應該很清楚 就是說他的企業的投入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相當多的 比如說他的職業隊 台灣就只有一個職棒 那在韓國的部分呢 他就有九個職業隊 其實這個職業隊的一個支持企業的一個投入呢 對他們競技實力的提升其實有相當大的幫助 再來就是我們其實有做過 比較多的這個分析的討論 比如說他的不管是在獎金的制度啦 或獎勵的這部分 或者是選手的培訓的這部分呢 其實我們做相對的比較 我們的經費 就如委員剛剛說到的 其實我們不比他們差 可是真正企業投入 特別是職業隊的這個部分的支持呢 是相當多的 其實在未來 我們就是在選手的這個 未來的就業的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我們必須要加強的部分 怎樣讓投入 讓我們這些選手呢 更多的人 投入到我們這體育的這個 離來其實是我們未來的一個方向 呃 院長我想齁 這個圖表你看齁 第一名是美國 第二名是大陸 美國46斤 大陸38斤 你看韓國的13斤 基本上都不是主流 多數不是主流項目 所以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它的脈絡 就是說 其實以大陸來說 以韓國來說 你在主流項目 韓國呢 它就重點 集中在非主流項目 因為你要去跑田徑 跑游泳 你跑不贏歐美選手啊 這是事實 大陸依然啊 大陸能夠拿到38斤 桌球啦 這個這個跳水啦 他們都技術類居多啦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重點嘛 戰術應用嘛 那台灣依然嘛 台灣一樣嘛 我們的重點在哪裡 我們現在所有的資源 平均分配 大家都很好 都OK 但是就沒有辦法Outstanding啦 你在奧運啦 是要最傑出的啊 冠軍只有一個啊 那你沒有 你就So far so good嘛 你就普通嘛 普通你怎麼能夠登上檯面呢 台灣現在就是這樣 所有東西都OK 大家平均 補助補助補助 大家都一樣好 那一樣多 到最後呢 成績呢都一樣差 過去強的 現在越來越弱 過去弱的 現在呢 依然弱勢啊 這目前台灣的狀況 我想用體育 去看到我們的經濟 其實某種程度有點雷同啦 有點雷同 那我們怎麼去拯救呢 去補強呢 所以我這一番話 其實很重要是講給部長聽啦 為什麼呢 因為 這個體育會要併到交易部去啦 你未來如何去善待 善待這個體育署 再來呢 預算 再來呢 這個 未來的分配等等 都是您的工作啊 是我想我完全同意啊 其實從廣義的來說 不管是原來教育 從人才的培育的角度來看 或者說現在體育進到 體育署進到教育部來 也還是一個人才培育啊 怎麼樣在整個人才培育的作為上 能夠積極的來作為啊 那當然其實剛剛主委 特別談到了選賽 訓 這些各方面啊 甚至怎麼樣在獎勵的方面上 事實上能夠做實際的一些努力是需要的 透過科學的方法 怎麼樣讓我們的訓練能夠做得更好 另外非常重要的就是剛才一直都談到的Focus Focus在哪裡 院長也特別提到 全民體育 當我們經費基本用下去 這是一個打底的工作 可是在競技的這個面向上面 確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能在羽球不錯 我們可能在舉重不錯 我們可能在跆拳不錯 我們可能在射箭不錯 這一些我想重點的項目資源的投入 我想過去事實上已經開始 比較集中性的來做 當然打底還是要做 可是比較集中的 讓我們的資源有效的來使用 我想這是非常關鍵的 怎麼樣找到最合適的人 來作為我們體育署的署長 我想當然也是一個關鍵的任務 我想我在這方面會積極來做努力 院長我想經費重點的補助 我想重點項目要抓出來 也不用多 三到五個項目就好 多就沒有用 集中 三到五個項目 這目標我們未來就是要重點栽培 就是要重點多排 目標清楚 我想才有機會 再來就是企業的贊助 為什麼台灣的企業 遠隔於歐美的企業就是差很多 他們贊助的意願就相對薄弱 這個區塊 我們也要去思考怎麼去面對 主委都講出問題 但是講出問題 不代表有能力解決問題 這個部分未來高度 還是要請院長這邊來主持公道 我會尊重專業 比如說剛才講的 我是比較主張全民體育的 我並不主張說一定要競技體育 非奪牌不可 但是大家認為奪牌可以振奮明星士氣 專業的分析 認為說要有一些聚焦 我也會尊重專業 兩鬼並行 全民運動跟競技運動都不可或缺 都必須要有 基本上是這樣 兩位請為 部長跟主委 那接下來我請交通部 我們毛部長 請交通部毛部長 部長應該知道本席所關心的議題 應該已經這個這個質詢了好多個會期了 我想樹林萬大捷運縣 第一階段已經動工了 第二階段 綜合到樹林段 何時能夠動工 現在的進度如何 我們目前這一段 目前在辦理這個可行性 我們已經補助新北市 把經費給他了 他們是預計 他們是預計這個 最近是要 已經辦理公開招標 大概是到這個程度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喔 萬大樹林捷運縣喔 第二階段何時動工喔 你講的跟我提的好像議題不對喔 喔 對不起 那個 萬大縣喔 那麼 目前我們是要這個 台北市政府喔 修正這個財務計畫 喔 那麼這個 這個財務計畫 目前喔 正在修正中 他們還沒有包補 這個 還有一個程序在辦 他有程序在辦理 是是 能不能 部長可以請你幫忙 兩年之後 能夠讓他動工 呃 有沒有機會 共同部努力一下 我想我們來努力 來努力好不好 是 因為我們第一階段 在去年動工啦 預計七年完工 那第二階段啊 預計是五年的工期 是 所以如果兩年之後 能夠同時動工 同時完工 同時通車 我想這是符合我們 整體市民的期待啦 部長我們一起來努力 是 那另外 鐵路 一下話 剛剛你已經講過了嘛 對 你再同步講一次好不好 你剛才用跳躍式的 這個這個 本來去接你的議題 抱歉 抱歉 我想這個鐵路部分 我們可行性已經在做了 這個 我們把錢給新北市 讓新北市來照表 哪一個年度給的 我們是現在 在去年已經給他們了 去年給他們 我們 精確一點講 我們去年的十一月 已經同意要補助他經費 那麼 目前呢 新北市已經公告上網 這個已經公告 他預計是在 這個 最近應該可以決標 最近決標 那明年做可行性評估 對 對 那如果確定 那一百零三年 有可能能夠做後續的 西部規劃設計 因為他可行性完了以後 他接下來要做的是 他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算是西部設計啦 算是建議部的這個十字規劃 部長請您再多督促市政府啦 還有我們交通部的同仁 好不好 我們加速啦 因為這案子 從這個兩年前 這個李副市長 跟我到 部長那邊 到至今啦 兩年過去了 現在還在可行性評估 而且還沒有正式評估啦 我想這個實在是非常的慢 這也凸顯我們行政的效能啦 是有待努力啦 所以這一點也請部長多幫忙 另外啦 三英捷運線 部長你知道現在的進度嗎 三英捷運線 那一段事實上是從土城接過去那一段吧 什麼時候可以動工 你知道這個案子嗎 對 這個案子現在應該是在 是在這個 規劃階段 因為它是一個中運量 中間還有一個跟我們目前 重運量銜接點等等那些 規劃上的一些問題 目前正要在處理 部長這個 可能您的訊息還要再精準一點啦 七月份已經核定了 七八月核定了 那預定 我們朱律仁市長 預定就是一百零三年 務必要動工 這個有一定的旗程啦 那這個區塊還是要請部長要多協助 多多多多多努力啦好不好 好 那部長請回啦 謝謝 部長請回 這個最後三十秒啦 這個院長我想其實 呃這個 在這邊大家一起為國家做事其實都有很大的使命感 當然也會有很大的感觸啦 那其實我也不 呃不去講說哪一個部會 其實我個人啦齁 我對於教育體育這個區塊我很努力 喔 幫學校也爭取很多的預算 那基本上啦 我有時候在針對很多部會的時候 呃我覺得會很無力感 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就是說 呃這個 從一月份送件 六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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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份 涉及 brushed 六月份 五月份 五月份 谢谢大家